这个红枣莲子汤 一般呢 是要加燕窝炖 才能更好 那才是真正的抗压防癌 安神滋补 老方法需要隔水炖 不过我觉得你肯定学不会 所以啊 你就用小火 慢慢炖 炖多久啊 最少三个小时起 那么久 好吧 我回去自己炖吧 炖了 彩虹 你有事没事啊 多让季老师往你家跑跑 多对丈母娘献点殷勤 然后啊 好好培养培养感情 知道了 都听您的 娘娘 这就对了嘛 那一来二去就熟了 大家都是陌生人的时候 那肯定要比外部条件的 变成熟人的话 外部条件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还是过来人有心得呀 写的教训呢 嗯 送你 送你 我刚包的莲子汤还是热的 你尝尝 谢谢 刚好 正好口渴 好香啊 那当然 好喝耶 一起喝吧 专门给你做的 你快来 记录下这个珍贵的时刻 三二一 你放 季篁 我爱你 说呀 你看她飞了 快说 我爱你 季篁 你笑下来真好看 你应该经常笑 是吗 当然了 不笑的时候像个杀手 季篁 你的梦想是什么呀 近期吗 我想我妈早日康复 我母亲人自有天相 一定会的 那你呢 你有什么梦想 我要捡到一颗流星 还要中今年最大的彩票 酥 酥什么酥 才不酥呢 你说她飘得那么高 还能拍到我们吗 拍得到 你看 我相信你也会给爱 一个期待 一个期待 于是最沉重的爱 我已经明白 给爱一个期待 我一直都在 真没想到 照顾我妈的那位护士 是彩虹的妈妈 怎么这么巧啊 都啊 把你未来的老丈母娘给得罪了 好看你今后怎么过 怎么办 我想亲自给她解释一下 别 现在火头上了 季老师 你的宫二头鸡练得好好 怎么练哪 我能摸一下 田小语 老师拜拜 现在的 教练好 保长好 现在的女生 都这么开放呀 都这么开放呀 呵呵呵呵